鴻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宣布副手对2024选情有没有影响呢 网络媒体最新民调赖清德支持度百分之二十八 科文则百分之二十二点六排名第二 侯永宜则是百分之十六点三是第三 郭台铭支持率则是十三百分之十三点七 那最近进口但争议持续延烧 赖清德民调依旧维持领先 外传农业部长陈吉仲 被请辞就是要保住新系的中央续产会董事长林聪贤 民进党则是回应 希望外界可以就是顿事 副总统赖清德接见诊所协会全国联合会干部 感谢一界守护国人健康协助政府防疫 也承诺要跟一界伙伴们共同改善整个医疗环境 大家共同努力 还要跨界共同合作 包括健康促进 疾病预防 还有营养的增进 各方面我们大家跨域的合作 然后来打造健康台湾 提出愿景要打造健康台湾 虽然是公务行程 但同时也是拼选站 近来像是公庙参拜 出席专业社团的后援会成立大会 还有拉台立委参选人 一天行程大约排6到10个 擒跑的效果也反映在民调上 根据网媒最新数字 赖清德依旧领先获得28%的选民支持 柯文哲则以22.6%排第二 侯友宜16.3%第三 郭台铭支持率13.7% 面对蓝白货费率可能整合 赖清德不敢松懈 加上进口弹的议题发酵 再也将矛头指向赖清德 传出农业部长陈吉正被请辞的目的 就是要保住新系的中央续产会 董事长林从贤更怕波及赖清德选旗 农业部跟行政院在前期都已经有过相关 相当完整的说明跟诚心 那么我们希望就就事论事 不要只谈政治 进口弹正义还没解决牵扯的派系斗争 问题恐怕才更为棘手 记得有消息者是在台北报道